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呢我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五款專櫃的熱門控油粉底液 它的綜合評比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那在這之前呢 有非常多人會私訊我說 啊我說這個粉底很好用 那個粉底也很好用 那到底哪個最好用 其實我想要跟你們說 粉底沒有哪個最好用 是適合你的就是好用的 那其實我們在看粉底液的時候呢 主要是看你的膚況 你需要改善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產品 它的妝效是不是你喜歡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跟你的肌膚 是不是你知道靈魂伴侶 反正就是蜜糖和毒藥的理論啦 就是我覺得好用 你不一定覺得好用 你覺得好用 用在我皮膚上也不一定覺得好用 而且有時候是完全找不出任何原因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做出這個評比 讓你們去參考 然後之後好讓你們去 你知道去百貨公司 快速的解決這個購物的行程 因為現在百貨公司很可怕 因為很多人都在打折扣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那首先第一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個 Armani的完美絲絨水慕粉底液 那這一款呢 它主打的功能就是超級無敵持妝 然後什麼持著持妝科技 控油 然後還有抗旱 那這個系列它總共有12個顏色 那我這個顏色是3號 最白是2號 可是最白的2號它是偏暖肌的 就是偏黃的 然後3號的話它是偏冷肌的 就是偏紅的 那它的遮瑕力呢 是中高程度 像我們平常有那種咖啡色的豆疤 或者是雀斑和泛紅 或者是輕度的黑眼圈 用這個它都可以用堆疊的方式把它完全的遮蓋掉 它的覆蓋力很強 那可是呢它是一個柔霧的妝效 然後它的妝效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霧乾的 所以不是那種霧中在光光中在霧的感覺 它是已經接近全霧面的妝效 然後再來就是它修飾毛孔和細紋的效果很好 那它上到臉上之後呢 你等到它全部乾掉之後 你再摸臉會有一種乾爽的感覺 呃...粉底液的那個粉粉的感覺 很像你上了那種粉餅的觸感 那在使用的時候呢 因為它比較容易乾掉 所以我想要建議大家一次只上半邊臉 千萬不要貪心 如果你一次全臉都點拍上去了 你不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推開 它就會乾在你臉上給你看 然後再來呢它的保濕度呢 是比較偏低的 因為它主打的就是控油 所以這一款我會比較推薦 就是中性肌油肌混合偏油的人來使用 因為像我在使用的話呢 我只能夏天使用 而且我在使用前我的雙頰一定要 就是先給它用力的保濕一下 再使用上去 沙漠肌的話就會比較建議讓我倒而行的啦 再來第二支呢要跟你們介紹的這個是 YSL的很久完美無瑕粉底 那它主打呢超實控油科技 吸油抗旱 然後高遮瑕 那我的色號呢是B20 中性偏黃 那它的遮瑕力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就跟剛才那個阿瑪妮的 是不相上下 然後呢它是可以 精油堆疊呢 增加到高度遮瑕的 那它的妝效呢是屬於那種 撕斷光 就是比剛才的阿瑪妮更光亮一點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 它是霧中帶光光中帶霧的 那一種撕斷效果 再來呢它的質地呢也是 非常非常的濃郁 然後很容易乾 所以呢也是非常建議大家呢 就是在上妝的時候 一次只上半邊邊 千萬不要貪心 然後它乾掉之後呢 妝效也是走一個就是 粉粉的路線 就是乾爽 然後摸起來有一些 很像用粉餅的效果 然後它的保濕度呢也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也是比較推薦就是 中性肌油肌混合偏油的人使用 再來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這一款MAC的超持妝無瑕粉 第一就是 你知道火紅 超級久的這一支 那它的主打功能呢就是 24小時持妝控油長效保濕 那它本身呢是全實色 然後我的顏色是NC15 也就是冷膚色調 你只要看到C就是代表冷色肌 就cool you know 然後這個色系對我來說呢 還是有一點點偏深一點點 然後呢它的遮瑕力呢 是屬於中上 沒有到中高喔 就是中上程度 但是它可以經由堆疊呢 把它堆疊到中高度 那這一支它的妝效呢 就是比前面那兩支呢 帶有的光澤都更明顯 所以就是霧中帶光的那種感覺 然後是有一點點偏水感的光澤 使用在臉上之後呢 乾掉就是有一種乾爽感啦 然後它的質地呢 是屬於一般型的那種粉底液 然後讓你很好推 也不用擔心它很快乾 那它的保濕度呢是屬於中度 使用在我這個雙頰比較乾的位置呢 不用擔心就是會吸乾臉的水 然後也不用特地的妝前保濕 然後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出油之後 會輕微小補粉啦 可是你可以就是把它那個油吸乾之後呢 再重新的把它推開按壓 它就會貼回皮膚上 然後你要再給它就是補妝的話 它也是非常非常好補的一個粉底液 所以這一款呢 我非常推薦給乾肌 混合偏乾 中性肌 就是幾乎全膚質都可以用了 我只能這麼說 再來呢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一款 Dior的超完美特務粉底液 它主打的就是24小時完美持妝 那這一款它的色號呢 在台灣有六個顏色 然後我拿的這個是最白的 010色 這一個系列的粉底液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色號 它的色號真的是普遍的偏深 連我現在買到最白的 而且是國外網站買到最白的 010色號呢 還是比我本身的色 皮膚的顏色至少深了兩階以上 所以它這個系列就是可能白雞的人就 然後再來呢 它的妝效呢 是那種私斷光感 就是霧中帶光光中帶霧 但是它的光澤感呢 又比MAC的稍微再弱一些 所以就跟前面的Armani跟YSL的比較類似 那它的遮瑕力呢 是屬於中上層 那中上的話呢 就是可以遮掉輕微的黑眼圈 還有輕微的泛紅 那它是可以堆疊的 所以你可以經由堆疊呢 增加到高度遮瑕 那它上到臉上之後呢 在臉上乾掉之後 摸起來是沒有粉感的 是那種極度乾爽 然後沒有粉質的那種感覺 那這款粉底它的質地是正常的 那個粉底液的那種質地 沒有特別的乾也沒有特別的水 就是一般 但是它也是屬於一個很容易乾掉的粉底 所以是建議大家一次上半臉 分區上妝 胖胖 你進來叫 在外面也叫 你到底想怎樣 那這款粉底呢 它的保濕度呢 我覺得它也算是中下 就是中度偏低這樣子 可是呢 如果你是像我這種雙頰比較乾的人呢 我只要用力的妝前保濕 給它保濕下去 它還是可以很服貼 然後一整天的不會太乾 對 但是僅限於夏天 那我比較推薦給就是中性 然後混合肌 混合肌 然後再來就是油肌使用它 那它出油的話呢 就是它原本的光澤 剛上臉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種 螢火蟲般的光澤 可是 它出油之後 就會變成小夜燈 小夜燈般的光澤 就是 會光澤感增加 可是它不會變成非常的油亮 或是水潤光感 它就是 嗯 物中帶光的光 加了可能好幾集這樣子 最後呢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款 Bobbi Brown的持久無痕 情感粉底液 那這款它主打的是 智慧型油水平衡 然後高遮瑕 然後色號 無敵霹靂多 好 它全球的色號呢 其實是出了30色 但台灣進了高達14色 也是夠了啦 然後它的顏色呢 就是有分 暖肌 中性肌 然後冷肌 或者是 中性偏黃 中性偏冷這樣子 所以它的色號真的 分得非常的細 那我的顏色呢 是 Core Avery 就是1.25號 然後非常符合我 這個本身肌膚的肌標 因為我就是中性偏冷肌 然後再來呢 它的遮瑕度呢 是中高 然後可以藉由堆疊呢 增加到高度遮瑕 那它的光澤 它的妝效是屬於絲緞光 就是 霧中帶光的那種 小夜燈的程度 那擦到臉上之後 它服貼的狀態呢 摸起來是有一點點 潤潤的感覺 它並不是全乾燥 你摸到還是會有一點 微潤 濕潤感 這樣子 然後呢它的質地呢 非常的濃稠 那也是屬於 比較容易乾的粉底液 所以請大家也是 分須上妝好嗎 千萬不要 你知道 不要怪我沒有提醒 然後再來呢 它保濕度呢 是中度 所以呢 就算是上在我這個 比較偏乾的雙頰呢 也不用太擔心 那妝前呢 也不用特意的 用力保濕 就是做好一般的妝前保濕就好 然後呢 它很棒的就是 一整天下來 都不會吸乾 原本就很乾燥的 雙頰肌膚的水 那它出油的時候呢 就會讓皮膚的妝效 變成 呃 奶油肌的感覺 它也不會讓這個 出油的地方 有白芝麻的情況出現 所以是很好補妝的 然後 小浮粉 但是可以藉由按壓和吸油之後呢 又讓這個 粉 貼回原本的肌膚上 所以這一款呢 它就是 也是非常適合幾乎全膚質的人 去使用它 所以如果你是乾肌 拉拉肌 這個油肌混合偏油 紙包機 雞包油 總之 就是幾乎是全膚質可用啦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話 請把它給它分享 給它分享 給它分享出去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話呢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因為那邊 比較多即時的分享 好那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